刚刚有同学问我就是说 怎么样设定标题 如何设定这是标题一 如何设定这是标题二 例如我先把所有的段落全选起来 现在我全选所有的段落 怎么样全选所有的段落呢 很简单在这个段落左边界 这是左边界吗 左边点三下 一二三 这样就选到全部 全部 或者是快速键Ctrl加A 然后我们接下来设定 设定内文 把所有段落都设为内文 好是这样做的 那怎么样设定这一个段落 它是标题一呢 设定的方法就是游标在这个段落 任何一个地方 通常我们是打完字 打完字 然后点一下标题一 就这样子 然后 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设为标题二 对不对 对 你们不回答我就只好自问自答了 好 那现在它要把它设为标题二 是不是就点常用样式底下标题二 这样就设定好了 那当然相对这边是不是内文字 内文字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就打完这个标题字的时候 这边我们就直接输入标题二 我们会是这样来去操作的 这样就设定好标题了 好我先还原到 就是说如何设定标题 如何设定标题是这样来去做的 好 就是这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 它是标题一 然后只要点选常用样式底下的标题 而且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可能在这里也可以 在这里也可以 直接点选标题二 你就把它设定好变成标题二了 那如果你想要变成 这里面只有标题一 标题二标题三标题四 还有内文嘛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 这个已经设好的标题二变成内文呢 可以的 就直接点内文就好了 好 那就请你们来去练习设定一下标题